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遇到了一些单点的瓶颈 然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需要对服务还有数据做一些拆分 最终走向了我们目前的一个多地多机房的一个部署的一个道路 首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蚂蚁这十年来在架构上的一些眼见的一些变化 我们差不多在15年之前 蚂蚁在集团内部就已经完全落地了一个单元化的一个架构 形成了一个异地多火的一个能力 然后随着16年容器技术的一个火热的话 我们开始了做容器化 然后差不多到19年的时候 KPS就成为了我们技术架构的一个标准的底座 然后随着我们KPS不断地上线 然后随着KPS集群数量不断地变多 跨多个集群去管理一个应用的发布部署还有服务注册 变得愈发的困难 然后我们在2020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探索 那个KPS联邦的一个方案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形成了一个蚂蚁 可以预生多集群的一个应用生态 然后在探索这个多集群联邦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断去思考说如何我们能在这个联邦层面去更好的管理一个应用的服务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我们自研了一套叫Fed-relatedAPP instance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尝试通过一个all-in-one的一个这么一个APP的模型 去描述所有应用的一个 这个我不太会用 对对OK 它尝试在Fed上去通过一个all-in-one的模型 去描述所有的跟应用相关的一些资源 包含了这个应用本身的一些deployment的一些描述 还有网络 还有那个gateway ingress这部分 然后它在Fed上通过一个placement来描述 这个资源的分发的策略 然后通过override来描述这个集群 它这个不同集群当中的一些特质化的一些配置 然后但这个模型在落地的过程中呢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认知的复合 因为整个KPS大家也了解到 它学习曲线本身已经非常的陡峭了 然后我们又引入了相当于是在Fed上引入了一个模型 在Members又引入了一个APP instance的模型 然后这两层的模型让整个理解变得更加的困难了 然后第二点是我们整个可读性变得非常的差 因为引入了一个新的模型之后 尤其它是两层的模型 你没有办法从Fed这边乃至你没有办法从Member里面的这个APP instance 去看到最终的这个最终生成的这个Deployment 和Egress和Service的资源的实际的情况 以及说当我们的业务变得非常非常的 模型非常的复杂的情况下 那我们在上面Fed这层的这个模型就变得非常的庞大 而且会写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一些override的 然后同时因为这两层的模型的这个reconcile的话 导致我们整个POD的Provision变得非常的复杂 整个POD的交付链路从Fed的层开始经过了两次的多次的调和 然后最终变成Deployment之后才会产生最终的POD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链路很长 然后导致我们去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去排查的过程中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这个方案在落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我们废弃了 然后接着我们尝试了社区比较火热的那个FedVR的这个架构 它相比之前那个模型的一个好处是它其实只有Fed层这一层的架构 然后底下的member极群是跟capacitonative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需要在Fed这边去描述你的一个Federated的APP 包含FederatedDeployment Service还有 哦 sorry 这里有一个错误 Federated Ingress和Federated Service 然后也是一样的通过Placement Override去描述你的极群的分发策略 和每个极群当中单独的一些特质化的配置 但是FedVR它还并不是足够的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要去写一个FederatedDeployment 它在不同的极群当中有不同的replica的时候 我需要通过一个很奇怪的override 通过一个JsonPath的形式来描述不同的极群中有不同的replica的value 那这个当我们需要去管理这个Deployment的一个滚动的过程的时候 我就需要去override里面去找 通过JsonPath来找这个value 所以整个过程就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经过了这两次的尝试之后呢 我们就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这个Federated的type 它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Federated的type 我们需要Federated type 其实只是需要它里面的这三样的东西 一个就是template 它描述的是这个应用的一些基本的配置 它的image是什么 它的需要多少资源 然后它的一些运行的参数之类的 然后呢Placement来描述说 我的这个服务 它需要被分发到哪些member的极群 然后以及override来描述一些特质化的一些配置 可能我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环境变量 它需要去连到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镜像仓库之类的一些配置 然后这些配置 其实在我们整个开发的流程当中 本质上最终其实还是交给用户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配置 从KBS当中转移到用户那层 就是有用户他自己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决定好了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提前把这些资源决定 然后这些对应的极群当中的local的type直接渲染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federated type了 所以经过一些尝试后我们认为 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复杂性都交给KBS来兜底 我们希望把这个placement override和这个template 从KBS的scope转移给用户的 转移到用户的code里面去 由他们自行的去决定这个极群的分发的策略 以及特质化的一些配置 相当于从KBS的scope转到IAC的scope来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在KBS这个层面 去把这个placement override给移除了 然后这个只是解决的第一步 然后接着我们会发现整个KBS里面 如果引入feder之后 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的资源 一种叫做我们称之为multi class的资源 multi class的资源它虽然称之为多集群资源 但实际上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单集群的资源 只不过它是存在于多个集群当中而已 就像我们的service或deployment 它其实是每一个集群单独是有各自的deployment和service 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IAC的时候 渲染出每个集群特质的一些workload的service的配置而已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如何把这个渲染出来的资源 通过一定的方式能够分发到它对应的集群当中去 所以我们在内部引入了一个叫class gateway的一个组件 它用来负责跟上面这个provision进行交互 它把这个东西apply给gateway gateway帮你转发到对应的集群当中去 然后还有一种资源叫做cross class 它其实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Fed的资源 这部分资源它实际上它就是应该存在于Fed的host class里面的 比如说会有跨集群的网关 它需要在那个Fed这边的视角去看到所有的member集群里面所有的service 以及说我们会需要一个对一个应用进行跨集群的一个 渐进式的一个交付的这个能力 对于跨集群的这个资源来说 它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开发者或者说controller友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怎么在Fed host的class里面对这个gateway和root做reconcile的过程中 去方便的拿到所有memberclass里面所有它关联的一些资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内部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叫Fed control runtime的一个组件 来简化优化operator开发者的一个体验 这个Fed control runtime它实际上就是拓展了那个control runtime的一个client和catch的两个interface 它为这个reconcile提供了统一的一个入口 然后这个统一的入口就是让这个Fed controller能够通过相同的interface 去拿到不同的集群的一些catch里面的数据 或者说它可以通过一个select告诉这个catch manager说我要所有集群里面匹配到的所有的数据 而不需要这个reconcile去挨个集群的去查询 同时它也可以说我给一个特定的context去告诉client manager说我要对某一个集群去写入一个数据 然后你只要通过标准的一个context的接口告诉它 然后它会帮你去找到对应的集群把这个请求转发过去 由于这两个接口它其实都是一个标准的interface 所以我们很容易的把整个这个架构进行一个降级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不属于在一个Fed的模式上的 所以我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我的这个interface里面没有这个member 这两个member或者没有这个Fed 我可以把它部署成一个local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有什么用的呢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通过local的模式来做一些测试 或者做一些E2E的工作因为在测试或者E2E的过程中 我们很很很难去构建一个这个Fed的host 它比较费时费力 所以你只要写一份代码 你的这个operator就可以在这Federation 或者是member的这两种模式下就可以都可以部署了 然后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就是我们基于刚刚那个Fed的control runtime 然后做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跨集群的一个getaway的一个例子 在我们的服务将拆分部署到多个集群之后 每一个集群里面会有一个自己的service 当我们没有这个Fed的getaway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的每一个集群的这个service 它都需要单独的注册到对应的那个网络中心去做服务发现 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繁琐 在没有这个getaway这个模型的时候 所以我们需要在Fed这层有一个统一的视角 去看到说我的这一个服务它跨了多个集群 它在每个集群里面的service是怎么样的 在我们整个这个模型里面是有这么三层的结构 第一层是一个跨集群的getaway 它就是一个流量的一个统一入口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七层的路由的一个描述 在左边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描述了一个Tesla Alipay的con 一个fold path 它应该转发到对应的这两个 endpoint 这两个target的里面去 对 然后其中这个fold target的V1版本是拥有90%的流量 V2版本是拥有10%的流量 然后这个cross class的service呢 它描述的是对下面的不同的service 做一些更细分的一些区分 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版本上的区分 或者是灰度的一些区分 或者是把它们分为不同的环境 然后最终它下面就是对应到真实的集训当中的service 然后关联到对应的pod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getaway controller的话 它是运行在这个fedhost的class里面的 然后它需要 它同时需要去watch fedhost class里面的getaway和这个cross class的service 以及对每个memberclass里面的service 如果在没有这个fedcontroller runtime的情况下 那它需要相当于是为每一个class的都建立一个client和catch 然后去挨个的操作 但我们引入这个fedcontroller runtime之后 它相当于直接跟这个fedcontroller runtime做交互 然后由这些每一个的watch和写的复杂度 就完全交给fedcontroller runtime来去解决了 然后它的这个getaway controller 它就可以像处理本地数据一样去处理 所有不同集群当中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跨集群的一个root的例子 因为我们的服务都是异地多火的架构 一个服务它需要被部署在多个部署单元当中 多个部署单元会部署在分散在不同的集群当中去 所以整个过程的话 在我们内部会有两种不同的角色去协作 SIE来去控制这个服务 它的一个渐渐是发布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一些交付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一些回度发布 或者是分批的一些策略 以及说还有一些不同的环境的发布的一些顺序之类的 然后对于这个APP的owner来说 它其实就是做一些开发 然后开发完了之后 它就直接去更新 对应的一个服务 然后当它把这个服务做了一个更新之后 由这些服务来触发这个Fed层的root 然后它会握去到这些更新的事件 然后最终的这个发布的流程 是通过这个Fed层的root来控制的 然后这部分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把这部分的这个功能的话 最早的时候我们内部是通过Fed 那个PaaS平台 平台层的一个产品来控制的 然后它会需要通过这个平台层跟多个非常复杂的周边的系统 像灰度中心 发布中心 流量中心进行多次复杂的一些交互 最终才能完成我刚刚说的整个的渐进行多集训 渐进行交付的这么一个发布的流程 然后现在我们把整个这一部分能力从平台那边全部下沉到KPaaS当中去 然后通过一个跨集训的root组件来完成整个渐进行交付的一个过程 左边是一个渐进行交付的一个例子 它通过一个root的workload的reference 通过labelselector来选中多个集群的stable set 然后这边是一个root strategy 它描述了一个快速分批的一个策略 这个框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服务整个分成五批来交付 每一批你都需要给我暂停进行一个人工的确认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两个demo 第一个demo是我会通过这个root来控制两个不同集群当中的workload的 总共十个副本的交付 第一个例子是它总共分了两批 第一批是每一个集群都发一个pod 然后这个pod无误了之后 由那个开发者确认 然后继续出发了之后 它会把剩下来的八个pod全部发布完成 OK 能看到吗 OK 这个例子左上角这是一个集群A的五个pod 然后右上角是集群B的五个pod 然后左下角是一个现在这个fed的那个root的一个状态 然后右下角这边是我做的一些操作 OK 首先我先触发了一个更新 然后呢现在是进入了一个那个D0的批次 它就开始跑了 然后两个集群它同时开始更新一个pod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集群被更新了 然后我接着去继续触发 然后剩下来的四个pod全部会被更新 这边剩下来的四个pod也全部会被更新 然后这个整个root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因为视频我做了一些加速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快 然后第二个例子的话是跟刚才有一点点差别 也是通过这个fed层的root来控制 但是它因为分为两个不同的环境 我可以认为左边是一个灰度发布的环境 右边是一个生产的环境 那么我们在灰度发布开始的时候 我先发一个pod 然后当这个pod无误了之后 我来再去触发下一批的更新 然后等整个左边这个机房发布完了之后 再去发边右边这个机房 整个布局是跟刚才一样的 然后右下角我去触发第二次的那个root的strategy 然后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会先更新一个那个 更新一个实力出来 然后右边是不动的 这个机群是还没有被触发 然后第一批已经结束被暂停了 然后接着你去触发下一次的更新 然后class A这边就全部被更新了 然后现在是第一批 然后它正在跑 然后等这左边这个机群全部跑完了之后 然后它被有点快 然后停了 停了之后它就会继续continue 然后第二批就开始 然后右边这边会被全部的更新 OK 然后整个的root的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那我们发现就说 当我们引入了这个fed controller之后呢 fed层的这个controller 它就需要list watch所有的member机群的资源 那么随着整个介入的机群越来越多 导致整个fed的这个压力 controller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单前的controller的架构 operator的架构其实已经不太能满足 我们蚂蚁内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需求了 所以下面请我的同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么大的规模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一个新的controller match的架构 来优化这个operator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好的 谢谢张俊的刚才的对多极群架构的一个精彩演讲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些稍微硬核一点的技术 我们继续 刚才讲到多极群 OK 作为多极群的一个控制面的运行时呢 我们一个operator 其实它可能需要去调和所有极群的资源 随着极群的增加 或者说是单极群规模的逐渐扩大呢 会给我们的运行时 或者说是变更带来更多的问题要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我们为了保证operator处理任务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它其实会采用一个选主的工作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少perator后 它实际上真正去调和去处理任务的 只有一台机器 也就是一个炮的 显而易见的呢 处理更多的资源 必然会导致我们单点的一个高负载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计算 存储和网络资源 来保证我们的一个任务处理的稳定性 和它的一个及时的交付 另外呢 operator的informer在启动时 会去做资源的缓存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握持机制 它会去先把收入资源去 list到本地的一个缓存中 然后再去握持机群内的所有的变更事件 然而呢这个list的过程它的时间是取决于我们机群内资源的数量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跟机群内的数量是成正比的 我们曾经尝试过去list了70万的pod 大约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对于一个我们有高可用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来说 我们是完全无法容忍的 而且在一个更极端的情况下呢 可能我们历史的花的时间太久 而导致我们在建立一个握持链接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一个暴错 可能一些开发者会遇到过 它会抱一个troll resource version 因为你当时拿的那个watch已经 可能已经被缓存中刷过去了 我们的watch链接就建立不起来 导致我们的整个operator呢 可能完全就起不来 另外这种单点负载的一个工作模式 它也是无法进行一个水平扩展和辉度升级的 一旦出现问题呢 它其实它往往是一个毁灭性的 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发本 然后把一个新版本发到一个集群 只是因为一行的一个错误代码 然后造成了我们一整个集群的业务容器 进行了全量成器 但是还好我们那个集群没有一些核心的业务 其实这些问题呢 无论是在单集群中 或者是说多集群 其实它随着你的规模的值渐上升呢 它其实都是会遇到的 那我们需要什么呢 最核心的一个 我们是想要解决变革风险 我们需要一个operator一个挥度能力 比如说我们能够按照Namespace的维度 做一个金字学发布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能一个新的版本上线之后 我们需要在一个Namespace里 或者说在一些风险比较低的一些 Namespace里做一些 做一些验证 不好意思 然后呢 随着我们 然后呢 逐渐扩大我们的灰度范围 然后直到把我们的新的版本 推到整个集群 毕竟谁也不想说 我们今天上午发布 下午上热搜了 然后祝福宝炸了 明天 我们可以收拾覆盖走人了 是吧 开个玩笑 然后我们另外还需要什么能力呢 另外一个就是要解决我们的运行师的风险 我们需要operator能够具备一个水平扩展的能力 比如我们能将资源按照Namespace 去划分为多个分区 然后每个分区能够被不同的operator pod所负载 实现不同分区的相互隔离 在每个分区内 它其实都会有一个独立的leader的operator pod 然后独立的调和各自分区下产生的一些变更事件 从而能够降低我们的单点的一个压力 然后也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个故障的爆炸半径 比如说我们可能一个leader的pod发生了一些物理机的腾挪 然后这时候呢它只会使一个分区下的pod可能发生一次准备切换 而不是说影响整个集群的一个可用性 为了实现这些能力呢 我们其实借鉴了一个service mesh的架构 然后实现了一个针对operator的一个controller mesh的架构 并且呢这套架构目前已经在蚂蚁成功落地 能够保障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一些operator应用的平稳的运行 它与service mesh的架构其实是类似的 controller mesh它也分为一个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 在控制平面呢我们会做一些配置的管理和分发 然后在数据面呢它是由一组代理容器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sidecar组成 它与每个operator实力是部署在一起的 并且能够负责处理operator和外部的一些服务之间的通信 比如说像APS server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平台 这里最核心的呢就是通过代理APS server的请求 来实现我们的一些管理方案 而且呢这套架构对于operator来说它是一个透明的无侵入的 它就像我们所了解的istil一样 一个label可能就能实现我们的一个容器的注入过程 然后进行我们operator的一些请求的代理和转发 基于这套架构我们通过sidecar代理了operator所有请求 能够针对请求轻松地实现一些安全的防护策略 比如说像熔断线流啊 对 然后那么我们怎么实现对operator所处理的资源的一个限制呢 我们之前前面说过那个informer在list资源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会去建立缓存的 通过list去建立缓存 然后watch去监听你的集群内的一些变更事件 然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可乘之机 我们可以夹带点私货进去 我们像listwatch的请求中带一个label selector的参数 然后通过label selector来限制我们这个operator所管理的资源范围 那么这个label又是在哪里呢 这个label也是由我们的MeshManager负责统一地去添加到你的资源上 当然你也可以用你一些自定义的一些label 也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这些配置呢 以CRD的形式去实现 然后由Manager去负责这些配置的坚挺和分发 比如说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熔断线流的配置 这里因为我们可以代理到APISO的请求 那么我们可以轻松地解析出来这个请求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请求要去删除一些pod的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行为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个限制 除此之外我们也支持一些通用的一些限制能力 比如rest请求的一些地址限制啊 或者说是一些黑白名单的一个限制策略 当然最核心的呢便是我们的一个分片配置 我们这里展示了一个自动分片配置啊 它可以按照namespace去定义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灰色分片 它可以去指定你想要的一些namespace的范围 然后可以定义一些均匀的分片配置 比如说我想把集群均匀地划分为两个区 然后每个区呢有独立的leader去工作 然后这个分片下会有两个pod 然后有一个主一个背 然后我们还需要配置我们这个分片下 就是在这个配置下需要进行分片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把pod做水平分片处理的话 那么只需要在这里写一个pod的一个资源配置就可以 将单点部署转换为一个分片部署的模式之后呢 能够有效降低我们leader的一个资源的占用 均匀地能够 不好意思 均匀地将这些资源占用分散到多个分片内 这里展示了我们在线上环境的一次清完过程 我们将单点部署改为了一个三分片的一个部署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地降低了我们的CPU 以及memory的一个单点的一个消耗情况 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单机的一个资源需求 One more thing 除此之外 我们还定制了针对operator的场景 就是operator分辨场景的一个滚动的发布流程 因为我们知道原生的workload 它不会关心你的operator下谁是主 谁是背 在最坏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用diplomant或者stable size做发布的时候 它可能会做多次的准备切换过程 最坏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切换你的副本数的次数 replica次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而且还要解决我们分片场景下的一个发布流程 我们推出了一个定制化的一个operator的rolling upgrade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采用两分片部署的一个operator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它会去先发一个灰度分片的pod 然后再去发我们第二个分片下的备用pod 然后再把备用pod的leader做发布 然后再去发最后一个分片的备用pod 然后最后再把最后一个分片的leader发布完成 这样相对于原本的那种workload的发布方式 它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你整个发布过程中的一个可用性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实现了分片 管动升级 熔断线流等一些能力 当然基于这种satica代理的一种模式 也能够轻松地做到一些可观测性 或者说是一些故障注入的能力 这些呢我们也在接下来的后续的规划中 我们现在会去演示一个control mesh的一个demo 我们先去将我们的control mesh 安装到我们的集群里 这个demo可能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然后呢我们去尝试安装了一个常规状态下的 就是不分片的一个operator的一个部署情况 我们看到它其实当前是只有一个leader在工作的 稍等一下我们把它携带掉 这里我们是在helm里配置了一个分片的配置 然后它是由一个两分片还有一个灰度的分片在这里 我们现在去下发一个带有分片配置的一个operator 我们带着配置把这个operator部署到集群中呢 它会Mesh Manager会自动地往我们的容器里 去注入一个sidecar容器 然后来应用我们的一个分片的一个配置 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这个配置已经生效到我们的operator里了 然后在每个分片下 其实它有一个独立的leader在工作 比如说绘度分片下有一个编号为0的机器 然后在sharding1中它有一个编号为1的机器 然后sharding2中它是由pod3去负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去注入了一个代理的容器 都是自动完成的 然后我们去尝试去delete掉它的一个leader delete掉它会由原本分片下的一个备用的机器 去正常的一个接管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demo就演示到这 我们今天带来的演讲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有宝贵的意见 或者说是有一些建议的话 可以扫一下下面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CureenStack的社区建设中来 我们刚才讲到的ControllerMesh 还有Operating的一些能力的目前在最近已经开放了0.1.0的版本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社区建设中来 好的 谢谢 下面是QA环节有什么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提问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ControllerMesh 它支持的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模 然后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性能 规模和性能 对吧 目前我们在线上已经 就是如果是单级群部署的话 其实可以支撑明显支撑一个 几百万级的一个规模的单级群 当然它取决于 它也取决于你的一些配置模式 比如说随着你集群的数量 可能你有千万级的集群 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配置十个分片 然后你每个分片去负载 你的一个百万级的一个规模 其实它并不是说 取决于你整体的数量 而是取决于你分片的数量 因为你的集群规模上升 OK 我可以去拓展我更多的分片 OK OK 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根据Namespace做分片的话 怎么去处理那些集群级别的资源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谢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带了一个 我们是只带了一个 Namespace的一个Label在上面 就是我们的Mesh Manager 会去往Namespace打一个Label 这个Label去描述了这个Namespace 但是对于一个没有Namespace的一个资源来说 它可能 它无法给你这个Namespace去做一个标识 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用户去 比如说你想对 如果你想对一个ClusterRaw的资源 做分片的话 你可能需要自己去实现你的一个分片逻辑 就是你需要往你的资源上去做标记 然后这个你标记之后呢 你可以把你的Label去配置到你的分片配置里 对 只不过说这个标记不再由Manager去做 而是由用户去做 对 当然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想法 或者是说 有能够让Manager去帮你去实现你的ClusterRaw的资源的一个划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去参与到我们里面能力的建设中来 好的谢谢 我补充一点 就是ClusterScope的资源不一定能够分片 举个例子就是你那个ClusterRaw和Rawbinding来说的话 就是他们其实对于那个Rawbinding 它其实是需要拿到所有的ClusterRaw才能做决策的 假设你对它做了分片的话 那肯定是某一分片拿到的ClusterRaw就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那个一些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ClusterScope的资源都能分别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 ControlMatch本身是没有办法说自动的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可能需要开发者自己来决定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